返乡出游不少人都会选择搭火车 但遇到污点孔影响心情 根据最新的审计部报告 2023年台铁的污点次数超过143万次 污点发生率是高达20.4% 连台铁的新购EMU3000型自强号也被点名 报告指出该车型的污点率发生其实是高于50% 尤其在台北、南港、板桥以及沙轮车站 污点几率相较于2022年还有上升的趋势 不过对此台铁回应造成污点的原因复杂 由于新车编组主要投入北部通勤区域 部分路段仍为单线区间 容易受到自然灾害还有外物入侵等因素影响 也对审计部的计算方式提出异议 强调国际标准为延误5分钟内算准点 与审计部的计算方式有所不同